2022年11月28号 星期一欢迎收看光明新闻通 受到顶价统治的ABC级鸡蛋 短缺已经有好一段的时间了 那么日前就有网民在网上分享 指霸吉市场里的货架上已经摆满了鸡蛋 与之前空空的货架有着明显的差别 那么这名网民还说 安华才刚宣誓是救人首相 鸡蛋就像变魔术般突然的出现在货架上了 难道安华会生鸡蛋 但是本地霸吉市场埋定的创办人 兼集团董事经理拿督阿米尔就指出 尽管坊间流传有超市鸡蛋存货充足的照片 但事实上我国的鸡蛋供应问题 依然是还没有解决到 他说该集团已在全国各地的超市 进行了实地的检查 那么截至今早的10点 置放鸡蛋的货架都是空空如也 他指出根据鸡蛋生产商 鸡蛋短缺问题 增结在于生产的成本高于鸡蛋的售卖顶价 试问有多少的商家愿意做亏本的生意 因此鸡蛋供应才会持续处在不稳定且短缺的情况 那么本报的记者今早也走访了北海一带的市场 也同样发现鸡蛋短缺的情况 那么大家现在要购买鸡蛋 还真的得看运气 看看是否那么的幸运 恰好就碰上鸡蛋刚好捕获 抢到有限的鸡蛋 那么大家就希望新首相以及新政府 能够赶紧解决人们对于鸡蛋等生活各方面 基本所需的问题 那么安华上个星期四宣誓就任我国第十任首相之后 就陆续接到多国领袖的来殿祝贺 而来到今天安华更是迎来就任首相之后 接待的首位外国领袖 说的是文莱苏丹 今天中午就乘搭专机降落在苏邦空军基地 而安华早已在班级外恭候文莱苏丹的到来 那么一大亮点是文莱苏丹下机之后 就预令说要自己开车 他便坐上了BMW轿车的驾驶座 而安华也坐上了副驾驶座 文莱苏丹就这样亲自开车 载着安华前往布城首相署 那么文莱苏丹这一趟是在阿都马丁王子 以及代表团的陪同下访问我国并与安华会面 那么除了将会评估两国现有的合作进展 也会探讨可以如何加强双边关系 那么另外安华上个星期五第一天到首相署打卡上班时 穿的是短纱龙马来传统的服装配上凉鞋 结果就遭到一些网民质疑 他的衣索是否过于休闲 甚至是否违反了公务员的服装指南 那么对此安华被问到的时候就表示 国人有权利向领导者提出质问以及提问 但是前提是不能造谣或是进行人身攻击 安华指出他所穿的凉鞋是十几年前在槟城脚炮巴底购买的 而所戴的松戈则是在霹雳州的大门买的 他表示宣誓当天所穿的短纱龙是由吉兰丹苏丹所赐赠 而身上穿的则是元首后所赐赠 不过说了那么多安华似乎是没有直接说明 为何他以首相身份上班的第一天会一反传统不穿西装 安华是已经宣誓就认为我国首相了 但不少人现在就在猜测政府部长的阵容 在涉及多党多派的团结政府里 官职究竟要怎么样去分配 包括马华会否入阁就引起了关注 而马华今天也召开了会议讨论马华的前景 那么出席会议的马华交赖区会主席沈永平就说道 大家看连独立人士都可以入阁 如果马华有机会为何不入阁呢 他因此就绝对的支持马华入阁的决定 至于马华总秘书张胜文在会后被媒体追问时 则是回应说 解释目前马华并没有收到任何加入内阁的邀请 而今天的会议也没有讨论入阁的事项 马华也绝对没有向首相提出任何的要求 那么张胜文说 当务自己就是和国阵一起达致决定 也就是支持现有的团结政府 那么安华走马上任之后就发表了内阁受申论 由于新政府是由东马、西马多个联盟与政党组成 在声多周少的情况之下 要如何去公平分配这个官位 就很考验安华的政治智慧了 而对于只赢得两席的马华是否还能够入阁 时事评论员就认为 马华要争取一官半职 看似机会渺茫 时事评论员徐文斯律师就指出 马华来自国阵 因此推荐谁当官 名单还是得从由巫统组绕的国阵 这一边去提成 而且西蒙里头有能力的华语领袖 是大有人在 因此马华入阁是挑战重重 另外内阁要受伸 也相当的考验部长的驾驭能力 那么另一方面 首相署今天也声明 社交媒体特别是脸书流传的一张 恭喜国阵兼巫统组织 拿杜斯里阿末扎西 受委副首相兼内政部长的海报内容 是假的 那么你又希望哪个部长职位 是由谁来出任呢 那就欢迎大家留言讨论了 今天的新闻通就给你报报到这里 感谢收看